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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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是3月5日 今天来看的话,一开始到达到这十点钟 应该是这样,今早早的时钟 大家看到,每个板牌都跌了 全部绿色 因此一开始,跌了500多点 到现在来说,慢慢回复上升 基本上,现在看到 起码有三帆是红色 其他就是绿色 今天星期五 由于周末期间 指数的表现 又未必一定可以很准确 原因就是 很多是这个星期的沽空者 到周五是平仓 所以真真正确要开波的 要看回下周一 恒生指数在这个星期来 到周五平仓 所以现在就缩了一点点 上去 日线图上面,看到这里 有支持 保里加通道的底部有支持 保里加通道的底部 到这里就大概是240 左右 在这点里来说,日线图 如果是较阔的,就是这样 是否已经跌完呢 我个人的看法 还没有 最低限度 如果大家有看这个节目 我大致上去到一月的时候 都已经说了 一月的时候,市基本上会升 2月就会跌 3月可能会跌到3月中 而是3月底 要看看不同的板块 不同的东西 现在即是3月第一个星期 2月会跌 我起先还以为我看错了 谁知道它去到拉尾如何呢 就是到最拉尾的时候 一下子就插你下来 即是报仇地报了 2月跌的 好,有朋友问国美零售 国美呢 我之前也有推介过的 不过不是最近这几天 大概是一两个星期之前 这样 来到升了这么多之后 你见得到它了 升起宝利加通道的周线图 升了外围 升了很多 今个星期见到它跌回来 其实它今个星期跌 不是今天跌的 是你见得到 在日线图上 升了,下回来 一路上去 再想不到,在这里跌 所以如果要有有货的朋友 其实应该去到这些位置 这里已经要走货 那些朋友问 还想不想看多少 我说是现在没可以看 现在摔跌 穿了保利加通道的中线 应该会向下族发展 日后会否可以有一望? 有一望的 因为国美的老势真正是很本事 当他在坐牢的时候 也可以完成公司的重组 你说是吗? 你做到,你做 人家在坐牢也做得到 接着有朋友问,融创服务 融创服务,上线没多久 这个很简单,你看到就是这样 融创服务,这是周线图 日线图上面是怎样? 很容易要记住 日线图这个位置是19.8 如果跌穿了19.8 应该会成为一个可能的双顶 量度跌幅就应该落到这里 所以,在这个19.8要看着 我觉得,你给几乎鸡 最迟是这个19,是不是? 不,就给几乎鸡,几乎鸡 所以,如果有货,现在可以考虑 是否要获利先 融创服务,比较日线图两个月的,就是这样 然后,有朋友问,火币科技 火币科技这些股票,我通常都不会怎么说 因为它对于比特币和比特币 说跟比特币有关系 哇! 最近又说可以去买卖这些东西 但是,股价将会如何呢? 又是升了之后,下回来了 之前在这里,比特币未跌,它已经跌了 所以在这点,大家应该要考虑 究竟是应该如何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它可能应该试到我们的下足 当然,试的时候,不会一声跌下来 可能就是打横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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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如果现在有货,的话 可以考虑是否需要和利 融创中国,融创中国和融创服务 是同一家人,不过是两种不同股票 融创中国,你可以看到 在周线图上是涌上去的 日线图上 你看到它升了上去 无力再下来 这些亦都看到 是应该两个商店可能性大 跌穿这里之后 你的位置就会再下来 融创中国 基本上应该是怎样 就是尽量守住30元 守住30元 30元这个位置的始终 尽量不要破 不要破线才可以再往上去 有朋友问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走势是相当弱的 在这里经过中族度上下下下下下下之后 现在就跌了下来 在下族方面寻求支持 日线图上你看到它 升了下来之后就跌了下来 都没什么好看 现在基本上是怎样呢 唯有 就等待大约是 它这个最低位份最低位是15.9元 所以指示位大约是15.8元 15.9元左右 之后我就觉得 如果要买的话 应该等它升穿了上去才可以买的 你不升穿我便不买 现在它是16.6元 然后就等它升穿了 去到16.7元才可以买的 上面看 就是可以16.7元 17元 或者更加高 今天要推介的是宇原 宇原是一只做鞋的股销 建大约是10年前的话 炒得很虚陷的 现在宇原来说我们怎么看呢 你看到它周线图上面 拉了猪嘴之后上升 本来的通道 再跟着起这儿 又再试顶 然后再试这个中族 跟着上升 起这点呢 在日线图上面 今天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阳烛的上升 是挑战本来的通道的上轴 大家看看它 可不可以升破了这儿 若然它可以升破的话 世界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现价可以吸纳 不过止蝕位要等得紧一点 例如在17.5元这里 17.5元是什么位置呢 中族位是17.36元 我看着它一直上升的话 应该可能过一两天 它应该去到17.5元左右 17.5元的时候 如果有跌穿的话 就应该要止蝕 因为这一阵可能升完了 议员以往是有这样的记录的 大升 跟着调整 大升 跟着调整 现在这次希望它是大升 调整之后 再跟着连续有几日上升 若然是这样的话 就可能可以去到大厢 20元 以至25元 这一阵可能会去到大厢的 过往的10天 推介的股票 就在这里看到了 推介过的总统48元 就赢了 大约是这个有300%左右的 日历 输的有9个 不见了7%左右 拉云 这个大致上 这个区界 就看到是赚了245%左右的 这里 是过往的10天 答观众的问题 股票的价格 若然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对比一下 你能否找到你想要找的股票 你要作为了一个参考 就说一次 所有投资都算是独立思考的 多谢大家